好現在請師傅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兩面這一次師傅帶來新的聖物是兩個美女 師傅這是什麼? 雙貓胎的女神 那個是 太陽 那個是月亮 他一樣爸爸一樣媽媽的女神 那個是你要 因緣賢財 你要帶要求月亮 你要工作健康保平安貴人 你要請跟帶太陽 月亮跟太陽他們功效不一樣 但水帶料會好 會有錢 會有保平安 會有賢財 會有人見人愛 很棒 師傅這一次是不是後面錄料比較多 對阿這一次錄料非常的豐富 這一次 油不一樣 紅色跟透明的 這一次師傅用料很足 師傅我有看到這一次的蜈蚣好像也是變成新的 這一個 武功屠豬最新的 最新版本 最新版本 現在又完了 一年就一次 在武功屠豬誰帶都好 有很多功效 帶了球 都好 誰帶武功的要錢才要 愛情 要貴人 要保平安 要趕小人 都有 都有 師傅阿 佩戴這三面有沒有什麼禁忌 沒有沒有 沒有禁忌 對 好 謝謝師傅 這是我們的觀眾 我們國家 diagnostic 不同的 都 只能說 我們 要 做 有 吃饭哦 那么的妈呀 吃饭啊 那么的妈呀 吃饭啊 工作为什么会不顺啊 运气不好啊 不是怕 不到一百 百分百有五十 那我这次要做五分运才可以 可以到八十 好 跟法力 我把自己架起来 可以给他做五分运 不是有那个 把腿切成 他适合做腿切成 对 法师没有什么样的反思问题 正宗的泰国的东西 不没有反思的问题 反思都是 第一就是来目不明 第二就是用了奇怪的东西 那些都是我们自己都不碰 你会拿的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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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跟刺青一样 对 对 就是让我们说话更动听啊 然后让他那个人缘更好 然后让大家更喜欢他 哦 他增加顾客源 增加贵人 所以 像之前你不是常跑泰国 泰国师傅他们会很常做这个人缘鸟的刺青 都会了 我之前这边也有刺啊 是哦 我是油刺的 油刺是看不出颜色 看不出颜色 那时候师傅有时候会刺我头顶啊 嗯 那刺我这边都有 那功效会有差吗 就是有显射跟没显射 呃 油刺就是比较短暂 嗯 那你就是想到车就可以给师傅刺这样子 哦 了解 那你刺青可能就是 因为在嘴巴里面大概一两年就会消了 嗯 因为嘴巴会痴色啊 哦 就跟你蚊嘴唇一样 嗯 了解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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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 現在已經來到 今天是幾號 今天喔 18號了 今天已經是我們阿戰師父 家開的法式 然後今天輪到我們的師兄 大師兄要來 上陣了 今天要來把 左腳整個包起來 之前算是先包一半了 對 之前是先包前面 然後聽說你這一次師父幫你刺的 算是他新的一個法門 他就是先把他學的 法術就是放在你身上 對對對 他就是先把他學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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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分辨器除了是啟動還是聰明 你知道嗎 在看我 這幾歲了 你到底在那一場 我自己是這幾歲 從我再說 我以後 你叫我 真的 耶 有 有 有 耶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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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在歐咖啡,在台西亞,那當地沒人家,死人 好,師兄現在在刺完,我們想說要出完,因為還有其他性重 剛才刺的過程當中是痛嘛,對不對 那刺完之後,我看師傅在加持的時候,就是那個經文一念下去 是充滿力量嗎? 充滿力量,其實他這個已經算是一個法式 因為我這個刺青他就是一個法,他是一個 他要做法,要刺完性然後要做法 像剛剛師傅他就是在,他就是把那個力量整個關注進去 對 對,這個刺青他是比較偏向心想事成那類 所以阿戰斯剛剛就很幽默就說,這個是小叮噹經文 就是心想事成啊,你想到時候很容易就,很容易就會成員就會發生這樣子 不過他真的用新的經文還蠻屌的啊 而且他是跟上一次他來的時候,他是有去做結合 因為就是他是兩個的那個,那個碰觸在一起,那個算是一種佛塔嘛 對,前後兩次他其實他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經文用的也不一樣 然後這個經文我也沒看過,這個經文是阿戰斯第一次用的 而且我發現師傅很厲害,他好像已經把這些經文記在腦海裡 對啊 他完全這個上面是沒有打稿的,他就是只有畫幾條線而已 其實像我們習慣經文的人,大概真的是隨手寫,就開始都寫自己的經文 喔 對,很多師傅到最後他寫的經文,別的師傅都看不懂 嗯 對,很多師傅都會這樣 了解 對 OKOK 謝謝師兄 對,值得 讚 欸,好像說三萬吧 三萬喔 我就花了 三萬塊 師兄也是花三萬塊給師傅吃的 對啊